欢迎来到Muzik古典乐斗知诗的时间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哪位音乐家呢? 让我们一起欢迎本集主角 钢琴诗人肖邦 肖邦19岁就读华沙音乐学院时 深深暗恋主修声乐的同学康斯坦采 但因为歌姓闷嫂又害羞 一直不敢表白 只是默默将心情写成了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要不是他曾向好友迪杜斯通信 凑露过此等心情 后人才知道原来这首曲子是一封情书 草食系男子肖邦最知名的恋爱对象 就是肉食系女作家乔治桑 一开始肖邦还曾说过 不喜欢这位常穿男装的男人婆 没想到被女方倒追成功 在近十年的交往时间里 乔治桑给了肖邦母爱般的温柔照顾 对其创作跟生命都带来极大影响 肖邦流传最广的作品小狗原舞曲 据说是描绘乔治桑的宠物狗 追着尾巴跑的可爱模样 其实是出版商替肖邦加上的标题 另外 此曲虽然有个别名叫一分钟原舞曲 却是普商参考一分钟原文 在法文中瞬间微小的意思命名的 是不可能在一分钟弹完全曲的喔 肖邦很公平 有小狗也有小猫 华丽原舞曲作品三十四的第三首 据说也是描写了乔治桑的宠物猫 跳上钢琴玩耍的样子 因此被称为小猫原舞曲 但这个标题也是后人想象添加的 不是肖邦自己的本意喔 肖邦有富马蚁嘴 爱吃甜食出了名 除了波兰甜甜圈与托仁姜饼等 易俭相愁的传统甜点外 他在维也纳还迷上了果腺卷 狂吃到被餐厅多收钱 另外肖邦每天早上起床 喝的不是咖啡 而是一杯热巧克力 肖邦的爱店中 现在还有这几间可以去朝圣喔 肖邦学生时期常去的 布尔金斯卡咖啡厅 县址虽然改成联手咖啡店 建筑格局还保留当年风格 附近的哈诺拉卡餐厅 现在还有开业 店里还有肖邦菜单给顾客参考 肖邦在巴黎光顾过的海鲜餐厅 康卡勒峭壁 现在还有饭售肖邦也说赞的 牡蠣跟炖鱼料理喔 肖邦年轻时 因为战火无法回到故乡波兰 过世后 姐姐便依照肖邦遗愿 将他的心脏带回华沙的 圣十字大教堂安置 却在二战时 差点毁于纳粹入侵 幸好被升为肖邦月明的 纳粹军官偷偷保存 将后传送回圣十字大教堂 成为现今全世界肖邦月明 朝圣纪念的重要景点 今天的Music古典乐斗知识分享 就到这里啰 还想知道更多音乐家冷知识吗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